狄的世界比索伯世界,比我们南映佛的,不晓得大好多倍 不是没想象的 那个象跟那个好都不同 那好多象有把识佛刹微成数那些个象 那好处多得很,没法形容 那好呢,象好啊,还超过这个 十佛和少佛所相还没说完 不止佛有圆光,每个众生都有 看你的福德,大小,圆光的不同 其他的道的众生,就咱们人道吧 修行者,修道者 每个人都有光 可不是拿电来冲的啊 都有个圆光 那看你的修行 修行的力度 佛菩萨,咱们看有背光了,圆光了,也是光 大小 那祝佛菩萨 那祝佛菩萨的教和纵上 它是现光明的,它有光明的 那光明的大小,随你的修行者的 即所感,光就有大小 还有那光是随缘放的 有缘就看见,没缘看不见的 五代山是永远放光的 那有缘你看到,无缘看不到的 就是你的修行相应了,看到了 光是智慧,显智慧 文术菩萨在这个五代山里 这个山,在这个山境里头 都是放光的 你没见到 那你忏悔吧 夜仗还重 夜仗消失了,你自然就见到了 在智慧灯光 你有智慧就看到了 没智慧,没有看不到 那些大仆子看到五代山 是精彩世界 咱们看见的 沙石 现在树木都不这么大了 以前是大森林 六十年前这是大森林 现在没有了 为神的变化 众生的夜 一暴跟正暴 土地,世界 世界是一暴 但是随着正暴转 正暴转 随夜转 那五代山在形容着 五代山是好座中宝 常识放光的 像样火一样的 各种的宝颜山 各种的宝颜山 你住五代山 你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你看见过几回呀 随随随随随 不是显 所以世界成就的 它是随机的因缘 就咱们说是看经上说 说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不一样的了 莲花的大小不一样的了 大家想到我们生的莲花 像母这一朵莲花 不是的了 莲花里的楼台变革了 看你的福吧 大小不一样的了 你是二成人生过去的 不一样 菩萨大菩萨生过去的不一样 像咱把咱这个 待业的时候 待业往生的这些种上 你那小房子很小的了 你还得待过好多节 待过好多节了 到那去还得念佛了 不过不退堕了 不是像到那去了 还像我们这一律平等 没那个事 十几个人住一间房子 没有 各是各地业 那不是想象的 人家说十六观节 你观去吧 看你观想到什么程度 说你念菩萨恨文评 你生去的 那又不同 九品莲花嘛 但是他那个楼台变革都从莲花生的 你又生到莲花中 莲花里头有房子 有楼台变革 都在莲花上 所以这个世界的情况 不同 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成就的世界不同 佛教和众生的 说法的 说法的 教会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那个 讲教义的人了 他那个教义不同 你所受的都不同 你要想彻度佛的一生 彻度不到的 原因无尽的 身光难彻的 你只能够 你所需的 你的福德 你的智慧所感到的 闻到佛如是爽 嗯 就咱们这个世界 好多人 修道者 道心非常好的 但是他不相信华严经 也不相信弥陀经 发生大乘教义 他都不相信 嗯 他把这个当成外道 嗯 南村佛教你 或者泰国了 缅甸了 或者斯里兰卡了 他们讲的都是四额汉 嗯 跟四额汉佛说的 说那些法 甚至连波尔他都不信 更不过说华严经了 嗯 嗯 过去入世 现在也入世 未来还入世 嗯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国度 乃子再说小点 同一个道场 再说我们现前 同一个法会 嗯 个人闻道的 个人理解的 嗯 那是闻道起修的 真正深入的 各个不同 嗯 嗯 直到这一点了 就知道 这个世界的难力呀 是随着你的福报 是你个人的一正报的 所感 嗯 你感到什么 你就瘦什么吧 嗯 你超不脱的 嗯 嗯 嗯 这不止寡说人类 一些的兽类 嗯 一些出生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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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三叶感召 身口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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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召纵上 像这个放光 从开始放光 现象放光 这种奢受的那些感那个机呀 那就是大菩萨上上机了 嗯 嗯 像咱们在 依着翻译 依文解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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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依着文字来学的 嗯 嗯 嗯 甚至 文字所学的 不是真实的 嗯 嗯 要没有文字来给我们做引导 我们也没法理解 嗯 嗯 他 一是文字而起义 义 义就是道理 一是道理而进修 一是进修而观心 一是观心嘛 得到观心得得着正弱 或者有的接受信 有的不接受 信的程度很复杂 嗯 这就是说话 嗯 佛的说话度纵上 嗯 所以佛有什么 咱们给他分析的呀 咱们主司过去分析 什么小成了 菩萨成了 嗯 嗯 在五教分嘛 小始终顿圆 四教分嘛 障通别圆 嗯 三轮中不同 嗯 中观派又不同 法相中又不同 律中又不同 嗯 但是总定是佛说话 佛舍化众生 嗯 嗯 嗯 众生他就种种的知觉 嗯 解不通 间接不通 嗯 嗯 但是呢 佛的教化目的 让他得到利益 嗯 挑顺呢 挑顺 让你忏悔啊 所以说一开始你得故意三宝啊 你受个五戒 这都是调令你成到得到利益 开始调化你 调得到利益 但你得到了是不空的 嗯 又得到利益了是不空的 嗯 但是调伏当中有很多困难 他不接受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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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为了奢受 佛说的都是慈悲 嗯 耐乎的语言 嗯 所以永远的语言 啊 种善根啊 你说归于佛了 能够有救出了 啊 这都是调和语言 嗯 嗯 折伏语言呢 说你听不听话 不听话要下地狱的啊 啊 要受什么报 什么报 啊 受些果报 下你的 这叫折伏 你那地狱看念那个地藏经啊 啊 那鬼王 地藏菩萨对文 对普贤菩萨说 普贤菩萨问 嗯 地藏菩萨答 那就是地狱 折伏 不听 造业 造业就受报 嗯 其实对基说的了 有时候佛在世的时候 也对这个众生说是原语 对那个众生说是出那语 啊 折伏语言 他目的达到一个 折伏你来你害怕 啊 有些众生你用人一舍着他 原语 那种的 他自己就值得进修了 嗯 嗯 所以说 舍基的 舍化 嗯 所以说 杜众生啊 咱们照佛就学的啊 不是咱们杜众生 咱还没这个本事做杜众 咱们现在可能就介绍吧 介绍佛菩萨怎么度众生 啊 那佛有教 有教授的方法了 怎么度众生啊 嗯 就是 佛第三页 咱们说 视线给众生看 嗯 让众生随着学 嗯 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 要舍舍你的六根 扫造业 扫造业 这个讲解啊 是一般的普通解释了 不是华严义了 华严义说什么呢 这个世界成教 谁成教的 佛成教的 嗯 嗯 佛教化众生的出所 咱们叫华藏世界 华藏世界的娑婆世界 嗯 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 咱们是很小的南沿腐蹄 嗯 嗯 嗯 这个以后 还讲的还多的呢 嗯 都是互相问答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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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